他整体的一个开团属性会弱一点 看看莉莉亚能不能睡到 或者说是武器整体的一个进场 最后好像是武器要去中单了 这不龙不龟也有一种好处 可以没收山羊 是 包括其实他还能挡起 所以可能对于T1来说 他们整体还是要更着急一些 对 就FG的话 还是一个偏多核的一个整容体系 TT而言的话又是把自己停在杠头上 要在前期尽可能去把优势给扩大的 两边BP也已经就绪了 好了 我们也来期待一下 FG和TT的再一轮较量 而在上一局较量中 那FG也是2比0把TT展落马下 看一下这个周 TT的调整状态 到最后一天比赛了到底怎么样 是的 这条血环了感觉不转 毕竟维星是没有能够把扑灭的 往中路走 想试着去吃吃看有没有双核蟹的空间 然后先给你中路武器上一波压力 LDR已经把核蟹给动起来了 这边打到一半不打了 过来直接看一下萨尼的位置 直接一个大招感要被震死了 一血直接到手 小白 大招也也转好了 看一下这波要不要考虑动手啊 山羊要不要撞 冲向一席清兵先顶一下布隆 看能不能把布隆盾给骗出来 还在等啊 山羊直接叫 但直接是被布隆给没收掉了 这边抢越吗 剑魔这个时候已经到了 结果闪一过来携手留人 太冷的塔下感觉是走不了 那这波是进行了一个人头的互换 但这波说实话 对于TT而言 感觉收获还是不错的 首先上路 有人头包括其实在塔皮的数量方面 也有一定的精壮 是的 我们看到啊 剑魔也是已经刷了 这波又来了 杨来直接一顶顶两个 还算不错 同时大招直接给到了EZ 舅舅血量很低 但挂上了一个虚弱 霞的伤害不太够了 莉莉娅过来顺手 把剩余的兵线给清了 这样的话能够有机会 直接去卡住合刀来一口 去动这个先锋了 而动这个先锋的情况下 莉莉娅要去抢 得利用好这个闪现的机会 武器牵手跳人堆 拿自己的大招 纵失之为扣了一波伤害 来进不去 128也过来 128过来被剑魔 被盖伦特意盯住 然后往后排直接开展 但没有能够把XMY给留下来 但自己怎么说 还能走吗 找到了小白 小白被盖了回来 而小白这波的话 没有能够走出去 自己就直接没了 说实话挺伤的 本身其实拿完先锋 如果能直接走 放掉的话 还是一个好的消息 对 还是128位置 其实还可以 再加上对 有这个双支援 那个PK有这个双支援 好像没有 这边是稍微骚扰一下 应该就要给了 没有打野 敞掉 还看的 感觉到了 但是EZ一个清准弹幕刮过 忘了个技术 重点是高 周周开始上嘴脸了 索了一个痛 直接放 然后这边 刻意的小白也跑了过来 闪阳大招喊过来 但是又被没收掉了 没收掉反手 冰川练习 配合着队友的一套输出 但三个人迟倒了 莉莉亚的夜来聊 SMY有点招不住 闪前往后拉 而此时EZ先倒地的情况下 暴风雨热往前一开 亚索还在滑 再一个倒攻 再收掉对方的辅助的情况下 两边是各打三十大板 要拉开吗 但我感觉维心 可能有点不想让你先要走 来一手 没有交闪性的空间 但是你要救队友 那你就给我倒 但是点燃烫不死 有点可惜 感觉这个思路其实也没问题 坤坤中招了 吃了颗保龄球 坏了好像又吃了个大招 没血了 坤坤没状态 这波团队开起过EZ 并没有了 叫侧野生东击西 但这波团没开起来 坤坤躺枪 但是倒的结果是EZ 这真的是想不到 原本是觉得找到了一波机会的 对 结果没想到上当的居然是99 这波侧翼怎么说要找泰克 泰克没有蓝的 卡住爱口 这波想开 一撞撞两个亚索 直接打招 盖伦沉默一招 P上A大招AOE直接P满 结果直接倒地 队友顺势而上 泰坦收获双杀 同时被动钉住泰坦 泰坦钉住了布罗说错了 不好意思 钉住了布罗 只剩一个散力走掉 这条大龙的话 要分手囊中了 还是刚刚骑士 TT这边的配合 打得太好了 我这个只能说 不利转圈圈 直接送你回家再跑温泉了 再拆中路 那TT一鼓作气 直接是把两座高地全部拿下 还想要再打吗 往哪边 怎么意思 有乌龙 有内鬼 但是内鬼没有当成 有惊无险 经活了下来 这个有点太搞笑了 这个画面 这怎么回事 你以为上刀的是我 对不起 是你自己 结果反倒是128这边 被集火了 是的 可以尝试一波 这里在最后的出手 但是已经不改变 结局 我们也是勾起TT 成功是拿下这局 BO3的第一局胜利 15分钟23秒 非常快的速度 看来今天这场比赛 TT的状态非常好 感觉今天沟通到位了 但不得不出 刚才最后那个画面 确实有点搞笑了 爆炸球果 怎么会往那个地 应该是给周周去玩的 上路应该是个格温 没换 周周的格温 还是可能想要周周 操刀格温会更加稳健一点吧 就是毕竟 它的是强开 但正巧右边这个任务 又不是强开 是没有留人能力的 所以说这把对于TT来说 前期其实会存在 一定的进攻压力 对 而且这把其实SMY 它的压力可能会大一些 毕竟九桶 只有九桶这个点 算是比较稳定的 开团的先手 也要看他整体的大招 扔得到底怎么样 是的 就只能说TT阵容 纯大的是一个前中期 真的纯拼到后期 虽然也有团战操作的空间吧 但是弗烟格这个英雄的话 在中期能力一定是比莉莉亚强 但莉莉亚都拖到后面 一定是比她厉害的 感觉莉莉亚这个英雄 到了大后期 那个伤害是真的看不懂 这血量其实并没有进展发现 直接是一个三闪 直接把周周给蹬回来了 而且周周是不带闪现的 那这波没有了呀 这波周周突如袭来了一波三包一 直接把周周给收掉了 闪现硬顶 知道你没闪现的 那我也直接动手呗 那这波杰斯再见难逃了呀 那你交完闪现之后 就是我的回合了 九桶的时间还没有到位 所以说 DZ开始要稍微注意点 所以逮到Tag先打你一套 这边直接是给小白伤挂点燃了 九桶的大块要转好了 是的 直接挂点燃 两边在这里要稍微拉扯一会儿 两边似乎对这个先锋都有想法 莉亚先手直接先去把这个先锋给开起来 格文在往这赶了 上路两边单线的都已经把线清完了 盖伦也来了 现在继续抢中线 两边辅助在河道去拉扯 一个大挂了三个 这个精准射击效果还打得非常好的 精准的莫拉非常好 先锋回血 这个大招打的左边 现在一下子失去作战意义了 感觉不敢过来了 这么说 文文拿下来没有被抢掉 但此时在打完之后 选择要硬来接支部团 接锋开启大招 但直接吃了一下 以下莉莉亚的夜兰摇 还被沉默到减速晕住 虽然说剑模把自己所有剑都开出来 还是倒地了 这波感觉也有点不好走 虽然说掉了先锋 但是这波团战是被FG给赢了下来 但是龙就给你了 这硬打嘛不至于吧 刚才波团可是输了的呀 骚扰还在骚扰 就稍微装一下 鼠王大放出来了 SMI把自己闪给交了出来 赶紧拉枪跑 拖一下 FG血量没有很健康 但还好的一点啊 是莉莉亚已经把自己的大招也放了 而维鲁斯也没有大招 鼠王直接落太阳要斑 但是站过来看 TD还比较不错 就等仙于肚皮顶进去 干统在侧翼直接骚扰 建模开启大招两边就此拉开 但龙 这边正好是一人一个了 是的 龙还是顺利的体力这边拿下 对 泰克这边还要动手 这波其实有机会 泰克这边有点危险了 把闪现给交出来了 这不得不交闪了 这波不交闪 你也只是有可能要被留下来的 其实这波对于体力 要把直接转兵就完事了 但是这波我们看到 FG直接选择要动大路 下路两个速度还挺快的 而且他也在下路 感觉来不及了 这个龙可能要硬弱掉吧 但是正面伤害很高 不想让你打到 已经要杀你的人 周周先斩掉中路的杰斯 但是大龙已经被拿了下来 看能有多少个了 小白直接出手 晕珠莉莉亚 大刀直接斩掉 而触发了大灭的被动 但是追不了了 这时间慢慢往后走 侧翼找到了盖伦 但是正面这要被开了 SM外还是比较肉 被太阳白命中到了 所有时候冠身上 但是还是狠肉 他还坚挺着 但是侧翼周周被切掉了 周周孤军深入 而且正面上违星不在 周周此时也上头了 两边各上头一个 小白要干嘛 在侧翼拉扯一下身位 还想要偷人 恶火苏联邓到一个 利用自己手上优势 EZ在不断的poke给压力 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EZ的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啊 直接过来指找剑魔 剑魔直接开启自己的板甲 闪现往后拉 剑子全部都放完了 感觉真面有点遭不住 冯阅可选的这些大刀斩进去 但是没有后期技能了 直接被控住 血量很低 开启自己的精华 往后解 但是曙光被喷死了 那只套龙的话 感觉只能给了 蓝色方拿到了远古龙 拿到远古龙 之后盖伦直接交闪现过来 但维星吃了一个果子往后拉扯 而EZ也交掉了闪现 这波感觉EZ走不了了 EZ直接被喷死 要这样直接双龙会啊 大龙也可以顺势拿下 是的 这我感觉有大问题了 周周在刚才那一波 太着急的一波举动 导致被对方拿了一波 双龙会节奏再度来到FG手中 战局瞬息万变 在中后半端的一蹦了 赶紧一趟往后跑 发现打不过 这三个外塔全破了 三个外塔全破 你看经济一下子就超了 快四千 正面要找机会开 找萨尼 但萨尼还好拉走了 没有被进一步 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EZ直接给个大招 看能不能去稍微消耗一下血量 看掉不掉高地吧 而128这边上路 已经开始给压力了 下路有一个炮车在 所以说FG四股激难地跑过来点塔 中路高地已经掉了 下路高地也掉了 上路高地 只剩1800血左右了 但是盖伦 被抓了一波机会 正面违行过来找机会了 二段砍上去 但没有留住人 此时小白变成了盖伦 在正面往前顶 周中 也是上去试着留人 但留不住啊 对的但是 回大法了 三路高地全掉了 真的 一波失误 线轻不动了 这右边这个线轻不动 其实很伤 而且接下来的一些资源团的抢夺可能 又要抓单吗 小白绕到了侧翼 正面同时也打了起来 要找哪边 找侧翼 先把他给秒了 这又是找到了一波机会 局势感觉有点变了 有可能要一波了 只剩128一个了 团灭 这是什么情况 在三路被迫的局势下 TT一波直接把FG打团灭了 对的 而且派福音哥回去清理一下 自己家的兵线可以顺势推进 复活时间都很长 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局居然有这样的惊天大反转 恭喜TT2比0 赢下这局B.O.3的胜利 这波真的是扛住了巨大的压力 找到了一波很好的机会 瞬间翻盘 太突然了 我只能说这一波 这波实在太突然了 就原本被迫三路 以为要被迫防守的情况下 正面突然间